創下 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渗透都非常深 包含在美国也包含在台湾的渗透 是 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渗透非常深 所以美国还有西欧的欧盟国家 也希望有个反渗透 阻止这个红色渗透 摧毁整个民主国家 其实从今年的G8 国家那个部长会议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美国也希望 不管是澳洲 纽西兰或欧盟很多国家 包括台湾 对于这个反渗透 让因为反渗透的关系 造成了民主机制的破坏 有法案可以处理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 中美台这边已经有在处理的 就是反渗透法 而这反渗透法 这个整个也让整个选举 从先前的各种的细索的事情 回到了国家的定位 而国家定位里面 首先第一件事情 九二共识 习近平在去年1月2号没收了 周年幸快到了 所以九二共识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工坊里面 你看国民党其实 虽然没有收回九二共识 也不敢多讲 然后曹新成都说他是胡说八道 这个九二共识已经没用了 所以现在的工坊就是反渗透 而这反渗透里面 在昨天的第二次的政见会里面 宋楚瑜表达了反对之后 蔡英文特别讲说 如果讲说反渗透法 是威权是专政 那中国北京会很欣慰 就没想到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这个画面出来之后 还真的 北京国台办 可能会对台湾的某些力量 他觉得很欣慰 为什么很欣慰呢 他开始讲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中共国台办竟然说台湾是反民主 由中共来说台湾是反民主 大家都已经傻眼了 可是没想到 我们的望董蔡衍明呢 马上痛批反射透法 说这是搞戒严搞独裁 所以这个状况 然后马英九呢 也跳出来了 跳出来讲说呢 根本是违宪乱全 然后呢 助助解 非常亲中的助助解 反中仇中抗中 太可怕了 然后国民党连胜文说呢 这个是麦卡锡主义 一路向来之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呼应国台办的语言 在台湾确实有个力量 所以这个下个礼拜二 这个表决的时候 三读表决会不会对撞 大家都很关切 而且国台办呢 可能也受到鼓励了 所以国台办越讲越多 国台办开始退我们的退降 感到委屈 他说我们到时候修了国安法 两岸条例 明定政务副首长以上 或是将军们 到大陆去 要游过有不合的行为 要没收他们的退休奉 结果没想到 合理啊 没想到国台办呢 开始为他们感到委屈 公开来说明 哪里在委屈 国台办要帮忙 不退休奉吗 欢迎国台办 帮忙买单 退休奉 希望国台办 直接给他们就好了 建立台湾年金的负担跟压力 压力 所以其实这里面代表什么 中共希望他好啊 好大的力气 对于台湾的一个 戒选的这个力量 至少不要受到摧毁 因为受到摧毁的话 刘洁一就没有 没有办法 到了今年两会的时候 跟习近平做个交代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也绝对不能 让你的手戒选的记录 继续进去 然后甚至于是 美国智库 是一个美国企业研究所 的客座研究员 他叫做马明翰的 他去参加了2049里面 他特别去根据 他去年11月开始 密切研究台湾 发现说其实这种渗透 真的已经无所不入 无孔不入了 第一个他讲的时候 从去年开始呢 中国动用了犯罪组织的人脉 利用黑道动员 因为你知道说很多 台湾的很多黑道帮派 跟大陆都很有关联性的 直接介入在成抗游行里面 制造混乱 也可能呢 因为他们有那个整个 我们知道说台湾的黑金 很多帮会是跟买票 会选有关系 这个管道有在动员 再过来呢 地下的赌盘 像今天又超了一个 129亿的一个地下赌盘 然后大量的地下汇兑129亿 地下赌盘是不是也有来干预 再过来呢 是公庙 我们也讲过 上次讲的 有三十几个公庙的主持人 被检调查出来 跟中国大陆是有关系的 第四个是媒体呢 有些媒体的经营个人或企业 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 那虽然马库明呢 马明翰这个研究员 没讲是哪一家 但是我相信郭台铭一定信有信息 他觉得哪个媒体 对他修理最凶 所以美国也开始在针对进行 而且国防授权法呢 特别关注 要求在台湾1月11号 投完票之后45天 美国的情报总监 要把整个向国会报告 中共如何的介入 甚至于前官员投书 叫做包斯可的 是以前美国的 国防部长办公室 中国科主任 都希望川普呢 在台湾选后之后 大局出来之后 怕中国会铤而走险 要川普直接的宣誓 保卫台湾